自己找就不要一样的资料 找其他资料 而且你可以到图书馆去找 或者是找其他地方 只要类似像这种栏位式的资料 你可以做出对应的查询 最后的话我们补充一下 因为上个礼拜除了讲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还有讲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格式化 什么叫格式化 就是因为刚刚如果我找什么 找完之后他帮我筛选 可是假如我不要用筛选的 我希望比如说我找女性 女性的话就是我希望帮我把案 有点像选起来 然后填一个油漆桶 比如说这边有女性 那就像这样 然后还有什么 这边太难找 用眼睛看 这边也有 所以有时候用眼睛看不见得 如果用人工来做 真的是第一个 很慢 速度很慢 第二个的话 正确性也会差 因为有时候你会眼睛会露掉 像这个 怎么找 OK 所以千万不要再用图寡链钢的方式做事情 怎么办 还是要学一点诚实 因为未来 这个已经是势必的趋势了 所以学校为什么再大意给你们避书 其实不是说找你们麻烦 而是说 其实也是帮各位 现在有流行用 叫超前部署 所以等到你毕业的时候 到职场上 你才发现 其实学校真的太好了 其他学校的学生都不会 只有你们会 相对的对于你们来说 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用像刚刚的方式 我要用什么 格式化提名 不是筛选 是格式化 那什么叫格式化 你会发现第一个 点下去 跳出来的 Input Box 一样 只是差别在哪里 比如我打女性 我其实是怎么样 我其实是不是把要的资料显示出来 而是把要的资料帮我在下方填一整列的黄色底色 有没有发现 黄色底色 也就是底下如果有女性的话 我就把它mark 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说 我可以看出某些资料 它在哪个位置出现 那这样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 你可以往下找 有的地方就帮你mark 你就看有那个资料的地方就好了 那不就可以省掉很多的力气了 有点像 这有点像你现在如果出门在外 假如说有个导航的话 至少你就知道怎么走 不然的话说真的 你没有导航 实在是光以前问路问半天还不见得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 所以类似像这种东西其实有点像好的导航指引 反正就帮你指引好 你就看这些资料就好了 可是问题怎么做 再来还需要清除它 OK 这样就OK 所以我只做格式化提名 至于其他你可以改成什么 格式化借购号 格式化作者等等的 每个栏位都可以格式化 那做的方式的话 首先一一样先到开发人员 二的话到Visual Basic 那写这两个Sub 首先的话我们先写 第一个叫格式化提名 然后Enter过 Sub格式化提名 接下来怎么写呢 其实我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直接拿筛选提名这两行 复制它就可以了 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只是说你可能要请输入作者 作者关键字 不对应该是复制错了 应该是这个才对 OK 把筛选提名贴到格式化提名里面 请输入提名 没错 然后范围也对 但问题来了 我如果已经找到的话 其实后面再加两行程式就可以了 我这边把它设个中断点 这边设个中断点 让它跑一下 比如说我先一样女性 按确定 好 那你会发现这一行跑F8 它跑出来了 可是实际上我需要做什么 我其实需要把找到的资料上个颜色 那怎么上颜色很简单 一把你的这个range复制下来 二的话记得把A1 因为将来我这个A1的部分 第一列 这个是它的栏位名称 不要变黄色 所以记得 一定要避开第一列 把A1改成A2就可以了 后面的话记得 加底色特别重要 在范围加底色很简单 点什么 点interior 它有个属性叫做 底色就是这个interior 我印象中好像是不是在 我们大一的课里面有讲过 有没有同学还记得 然后点什么呢 点color 底这个意思说 在这个范围 现在这个范围的底色 帮我改成一个颜色 颜色的话叫RGB RGB就是红绿蓝 那如果我要把它填成黄色的话 记得加什么 红配绿R最多是255 就是红色加绿色 绿色也是255 加没有蓝色 其实红配绿就是黄色 OK Enter 你会发现 如果我把这一行 再移回来 你会发现填颜色 把这一行之心 颜色填上去了 而且它只会填颜色 在你目前看到的这个范围 没有看到的那些 其实就隐藏起来的 它就不填颜色 可是问题最后 我不是要长这样 我希望让它恢复成 没有隐藏的状态 要怎么办 很简单 再把这一行 的第一个range 跟Autofilter 直接复制贴到下面来 再执行这一行 这样就OK了 你会发现填完了 如果你要复原的话 怎么复原 其实也很简单 拿格式化后面加一个复原 或者叫清除 格式化清除 然后我只要加一个 加一个叙述就可以了 只要一行程式 哪一行程式 请你把这个程式的第三行 叫做这个范围的interval colors 等于这一行 本来是黄色 我现在把它改什么 把这个范围全部改成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的叙述 它就是没有 就是一个excel 这个缩写 excel 没有的话就是none 意思就是说 请你帮我把 把整个范围里面 有颜色的部分 有底色的部分 全部都清涂 变没有 如果本来没有底色的话 也是变没有 所以不影响 会有影响的就是 涂成黄色的部分 所以执行 这样都OK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把格式化加上去程式并不困难 这两行 就是直接把筛选题名复制过来 加了这两行就OK了 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格式化的话 我只有做提名 至于其他的部分 你们自己再试着练习看看 所以今天主要就是 把查询 用两种方式呈现 一个是筛选 就是留下你要的 一个是把留下你要的部分 再加上一个黄色 这好处我觉得还蛮多的 因为以后你就不用 不必要什么 像古人那么辛苦 从头到尾 要把一个 红楼梦读完 可能要读 红楼梦一百万字 一百万字要读多久 光读一部这种经典书籍 可能至少要读个 至少半年恐怕实践的读完 OK 所以 当读完之后 你如果想要 找相关的关键字资料的话 比如说你要找林黛玉 在哪里 林黛玉 他曾经说过什么话 有没有办法 这个林黛玉说过的话 做一个林黛玉的 加盐录 对不对 你如果要做这些东西的话 当然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茶菌系统的话 那你真的是很可花时间 所以 第一步 其实可以试试看 把茶菌系统做出来 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 再来看其他的部分